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扰动 在凌晨的时候 生成为热带性地气压 气象鼠预估 最快在周末这两天将增强成为台风 也预估下周三还有周四 将会是它最接近台湾的时候 强度会达到中台 或者是中台以上 那么气象鼠最快在下周二的上半天 发布海景 另外有气象粉砖提醒 按照目前的路径 暴风圈将会在下周四 笼罩北台湾陆地 位在菲律宾南海 以及东方海面的热带扰动 在周六凌晨 已经发展为热带性低气压 气象鼠预估 最快在周末两天 有机会增强为台风 关键在于东方海面的TD05 气象鼠预估 路径将往西北 转西北溪移动 后续再转西北方向 朝台湾北部海面前进 预计在下周三四最接近台湾 强度会达到中台或以上等级 气象鼠最快在下周二上半天 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未来还是有可能 在经过台湾东方海面 可能会微微的往西北的方向 来偏折 70%中心所坐落的区域 是蛮广的 跟前一两暴比起来 22 23号左右 它的路径又有稍微 比较偏向台湾一点 气象粉砖台湾台风论坛 指出TD05北上碰到太平洋 高压边缘之后 会再往西折 而西折的情况将会决定 影响台湾程度的大小 以目前路径来说 暴风圈将在周四笼罩北台湾陆地 至少是中台 甚至挑战墙台 星期三星期四的时候 太平洋高压的强度比较强的话 那导引气流 比较会让它更西北的方向来走 气象粉砖 观气象看天气 也PO出欧美模式预测 欧洲模式认为TD05 将在下周四通过台湾北部外海 为北部东北部带来明显风雨 至于美国模式则是预测 下周四通过台湾北部近海 类似西北台 届时北部东北部将会风大雨大 气象署强调目前预报不确定性大 但下周开始天气变得不稳定 也提醒民众预先做好防台准备 这台北综合报导